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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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May 欢迎大家来收看香港频道 今天跟大家说两宗新闻 第一单是港人在杭州被杀事件 网传12月1日上午浙江湖州长庆人民医院发生杀人事件 有消息指事件中多名医护和病人都受了伤 其中包括一名香港女生重伤不治 网上有社交平台说兇手是菲律宾籍湖南人 与受害的港女是情侣关系 双方是浙江传媒学院学生 11月29日两人前往湖州旅行期间发生口角 吵闹期间男生打了女生 港女入了长庆人民医院治疗后提出分手 11月30日 男生多次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女生道歉要求 图报遭到女生拒绝 12月1日男生以探病的名义进入病房 再次提出更 action则被拒绝 被拒绝后持刀、统伤女生 之后又统伤了几名护士 та病人 警方出动了大批人成立 会把他制服 香港女生抢救� bağ数小时后 证实死亡 事發後,浙江傳媒學院學生紛紛表示不滿,疑犯所在的班級輔導員在群組要學生不要再討論這件事, 如果誰再表達意見就不可以畢業。目前網上已經搜索不到任何相關的影片和資料, 而官方暫時又沒有任何通報。 香港入境處回覆查詢時表示,獲釋事件後已經即時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了解情況, 包括涉案人的身份等,入境處至今未接獲港人求助。 入境處表示,會繼續與註戶辦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第二條新聞是拜登宣布突射他的兒子亨特。 美國總統拜登的兒子今年先後在兩宗聯邦案中被定罪後,拜登最終對他實施射臉。 白宮在12月1日正式對外發布了這個消息。 根據福克斯新聞報導,拜登在聲明中說, 今天我簽署了對我兒子亨特的特赦令。 自就任以來,我始終承諾不干預司法部的決策, 即使眼看著我的兒子遭到選擇性的、不公平的起訴, 我仍然守著這個承諾。聲明還說, 在沒有涉及犯罪、多次購買或代購槍枝等嚴重懲截的情況下, 幾乎從來沒有人僅因填寫槍枝表格問題而面臨重罪審判。 同樣,這些因嚴重承諾問題而延遲納稅,但後來補納了稅款, 而且支付了利息拔金的人,通常都能獲得非刑事處理。 由此可見,亨特顯然受到了差別對待。 現年54歲的亨特·拜登,今年頻繁出入白庭。 他首先在6月位於特拉華州面對三項重罪槍枝指控的審判, 接著又在9月對一宗重大稅務案件刑罪。 這次總統卸免決定與拜登下季對媒體的表態形成對比, 當時他曾明確表示不會卸免他的兒子。 在槍枝案判決前,當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 詢問他是否會排除卸免亨特的可能事。 拜登總統曾回答是,在陪審團裁定 亨特三項槍枝重罪成立後的幾天, 總統再次重新不會卸免他的兒子。 亨特被定罪後,拜登曾表態說, 我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我會尊重陪審團的裁決。 在槍枝案中,亨特被判定犯有三項重罪, 扣槍時作虛假陳述,向聯邦持牌槍枝經銷商提供虛假信息, 以及作為管制藥物使用者非法持有槍枝。 檢方重點證實了拜登在2018年10月填寫聯邦槍枝表格時的虛假陳述。 當表格詢問他是否非法藥物使用者, 或對管制藥物存在依賴時, 他在否的選項上打勾。 亨特的吸毒史有據可查, 這一點在他2021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有詳細的紀錄, 書中不僅描述了他20分鐘就需要吸食快克可卡因的經歷, 還提到由於嚴重成癮, 他在毒販面前自稱快克老爹, 書中還記錄了一些毒品交易的細節。 例如他和華盛頓特區的快克毒販, 改了一個花名叫自行車。 在審判過程中, 亨特的律師團隊並未否認他長期存在毒品和酒精依賴問題, 但辯方強調在購買眼鏡蛇科爾特38手槍時, 他認為自己已經不是活躍的毒品承認者, 並指出他在2018年10月扣槍前曾進行過戒毒。 然而檢方提供的證據顯示, 拜登在扣槍前、扣槍時、扣槍後都存在快克可卡因成癮, 檢方向法庭出示了證據, 證明他在扣槍後的第二天就發了個信息給他的嫂子, 亦是後來他的女朋友哈利·拜登, 說他正在等一個目擊的毒販, 而且這個信息發出的第二天, 他又發信息說自己在威明斯頓第四街和羅德尼街上 躺在車裡吸快克。 亨特原定於11月13日進行量刑, 後來推到12月, 但在此之前他的父親已經介入了這件事。 在拜登總統於7月推出總統選舉後, 亨特又面臨另一個案件的審判。 這個案件涉及三項重罪和六項輕罪稅務違法, 指控他未繳納至少140萬美元的款項。 就在洛杉磯聯邦法院即將開始選擇陪審團時, 亨特又出人意料地決定認罪。 他當時通過電子郵件發表聲明說, 我不想再讓家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私隱侵犯和不必要的尷尬。 考慮到這幾年,我為他們帶來的種種困擾, 我可以讓他們免受這一切,所以我決定認罪。 這些指控,最高可判17年監禁, 但按照聯邦量刑指南,作為總統之子的他, 很可能就會獲得較輕的刑期。 他的量刑原定於12月16日進行的。 在拜登作出赦免決定之前, 後任總統川普曾經在競選活動中都表示, 如果他在11月5日和勝,都會考慮謝免亨特。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 請大家幫忙訂閱、點讚、分享。 多謝大家。